近期想要入手德系车,并且还要优惠力度大,价格亲民 那么这三款车型可以说非常的适合你呀 趁他们为德系车里面的降价天花板都不为过 尤其是最后一款车型,从之前的62万暴跌到现在28万多 这哪是在打折呀,简直是在打骨折呀 不过入手确实是比较划算,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款奔驰GLC,作为和宝马X3奥迪Q5L同级别的车型 这款车在销量方面称得上是老大的存在 统计月份截止到现在一共卖出去了12万多辆 多么惊人的一个数据呀 再看看X3和奥迪Q5L他们能做到吗 虽然这款车在销量方面属于老大的存在 但是由于现在大环境不好,消费者手里都没有钱 目前这款车也是采用大幅的降价措施来刺激消费者入手 官方制造价40万6300到47万3900,优惠能够达了11万9 入门集成现在只需要28万8千多就能够入手了 简直是令人砸舌呀 而像宝马X3,它一会一会也得32万多 不得不说这款车真些是为我们消费者着想啊 并且它定位还是中型SUV 轴距达了两米973,车长4米764 空间也是比较宽敞 车内还搭载了12.3英寸的一镜一表 12.25英寸的中共屏 要知道这套内饰和奔驰S级采用的都是同款 就连奔驰C也是有搭载 不得不说厂家对于这款车的重视程度也是比较高的呀 而从动力方面来看 搭载了2.0T抱197的马力和320扭矩 再匹配9个AT变速箱 就这样的表现更是同级别少有的良心车型 只不过它分为高低功率 高功率版本马力能够达了258 扭矩能够达370 价格一换以后是在39万多 个人感觉不如它的低功率版本划算 虽然马力只有197看着比较弱 但是等你实际来看的话你就知道了 毕竟奔驰C的调教也是很让人放心的 0-100加速能够达到8.4秒 最高车速213 百功率油耗低至8.5 既给到了你动力又兼顾到了油耗 对于这样一款在各方面都比较均衡 第二款宝马X3国差以后的车型在轴距方面是进行了加长 只不过把它的3.0T的发动机 换装上了更符合我们国人的R.0TB48发动机 并且马力能够达到184 鸟距能够达到300 匹配了8IT变迹箱 就这样的表现也是让这款车 成功在销量方面卖出了一个很大的台阶 现在官方指导价396,900到479,800 优惠率能够达到82,500 入门集中已经跌至324,400了 不得不说这个优惠率度也是很不错的 再结合底盘44区系统以及强奥独立选价 能够让你享受到宝马最极致的操控体验 并且起步加速也是比较迅猛 车长更是达了4米737 轴距2米864 空间也是比较宽敞 总的来说赵款车就是一款主打运动与舒适的车型 而在科技感这一方面赵款车做的也是比较棒 12.3英寸的一经一表 换档拨片 多功能翻案盘 12.3英寸的中共平 车内11色的氛围灯 更是能够将宝马的豪华展现得淋漓尽致 现在这款车跌至32万多 你会入手GLC还是这款车呢 第三款奔驰1QC 这款车在性价比方面可以说丝毫不数奥迪Q5 宝马X3和奔驰GLC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因为它在上市之初定价高达62万多 现在这款车优惠以后只需要228万多就能够入手了 这哪是在打折呀 简直就是在打骨折呀 而这个价格也是能够买到比亚迪堂的入门级版本 至于为什么优惠力度这么大 就是因为这款车在技术方面不如我们国产比亚迪 况且还存在有改电的情况 再加上定价虚高 动不动就用打折的方式来处理 也是让我们国人对BBA的新能源失去了信任 但是话说回来了 运货FLA的价格这款车还是很具有性价比的 首先是达440千米的续航里程 再加上前置后置双电机的驱动模式 以及589的扭矩 8年16万公里的电池组质保 能够打消你对电动车的顾虑 而你们再看看我们国内的造车新势力 他们的车型定价也是动不动四五十万呢 不知道要比这款车贵了多少 并且是没有什么优惠 也是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 那为什么他们能够卖的这么好呢 我只能说在购买新能源这一方面 还是要根据自己的预算来选择 并不是优惠力度大的车型 他们就不值得入手 不过在动力和销量方面 BBA确实要向我们国产车学习学习了 对此你怎么看呢 以上三款BBA都是性价比亡的存在 只不过因为大环境的冷战 现在也是低下了高傲的头颅 不过优惠人后的价格也是比较亲民 入手也是比较划算 你更看好哪一款呢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车圈大哥的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